9月23号 有台湾绿媒炒作 9月18号 解放军派出轰6轰炸机进入台西南方向空域时 挂载了4枚英机12超音速反舰导弹 称 颇有向美国航母量舰示威的意味 该绿媒称 轰6直指台军与美军的大型军舰 在解放军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术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台防务部门公布的照片来看 台方所称的轰6实际上指的是轰6K 轰6K是轰6的重大改进型 具有航程远 载弹量大 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强的特点 被军事爱好者誉为战神 轰6K自2015年3月正式亮相以来 多次飞越巴士海峡 轰固海峡 对马海峡 并执行过颈寻东海 战寻南海 绕岛巡航任务 轰6K可挂载长舰20型空射巡航导弹 据传其射程可达1500公里至2000公里 而此次轰6K挂载的英机12反舰导弹也实力不俗 该弹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反舰导弹 具有速度快 威力大 射程远等特点 据报道 英机12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巡航速度为2倍音速 飞行末端可加速到将近4倍音速 在英机12导弹以最大射程发射后 只需70余秒即可击中目标 此外 英机12这类重型反舰导弹的战斗部 通常在400至500公斤 一枚命重即可让一艘万吨级军舰 失去战斗力甚至沉没